冠疫苗了 但是购买的数量 还有厂牌 通通保密到家 而指挥中心发言人 庄仁祥在记者会上面 就首度透露了 已经向COVAX的附订金了 未来台湾每个人 需要施打两剂 台湾至少可以购买到 460万剂的疫苗 总共要花费 14.5亿元台币 而国产疫苗的部分也预估 最快明年5月 就可以接种了 西装笔挺神情于 国内高端疫苗厂主管 排排座宣布好消息 我们希望在五六月底 那么可以有第一批疫苗 那么在政府的EUA的核准下 让国人能够开始有机会 来接受防疫的注册 明年中可施打新冠肺炎疫苗 但有业者呼吁 政府应比照先进国家 在临床二期启动后 承诺预先采购数量 才能让国内业者事先准备 但比起本土 指挥中心更把希望 放在购买国外疫苗 日前陈时中透露口袋里 已经有新冠疫苗 但抛出一句后就没下文 口袋名单我也没有办法讲 我们也付了预付金了 口袋名单很神秘 指挥中心已掌握购买数量 目前COVAX第一波释出名单 有牛津AZ疫苗 辉瑞BNT疫苗 还有塞诺菲疫苗 COVAX规定可购买供应 10%到50% 国内人口的数量 一人打两剂 至少有460万剂能买 每季定金10.5美元 装然想透露以选定数量 附定金算一算 炙手得花将近14.5亿元台币 我们算会比较贵的 115.5亿还没有用完 我们现在就是有几种 就是国际的投资 还有跟国际疫苗厂去购买 另外还有跟国内疫苗厂的部分 至于国外厂正在接洽 名单保密到家 为了买疫苗 已经编列了115亿元预算 还有50多亿元预备款 这些都是公帑 立委接下来应该落实监督 才能让人民纳税钱好好花用 又有疫苗能打 记得陈思芬要向于SNG台北采访摸斗